为防毒假农民请领老农津贴 去年底农委会主委陈宝基提出老农津贴占行条例修正案 27号立法院朝野表决下三读通过 条例修法前年满65岁入农保满6个月的农民 就可以领每月7000元的老农津贴 而新修正条文则明定同样要年满65岁 但入农保年资则提高15年以上 并规定除了要具有国籍身份 也要在最近三年内每年居住台湾超过183天 才符合请领资格 长期旅居国外没有实际务农约2.7万人 在新法上路之后恐怕会遭到停伐 而族人认为这项修法也算是还给 长期实际务农的农民一个公道 但也希望政府也能考量族人平均年龄的问题 将年龄限制下修 如果取得这个农会的农会员以后 反正年龄一到五十五岁的话 应该比照我们现在的制度进行 第二个年我们 六十五岁 那六十五岁 我看打烊不要等到六十五岁了 我们都是好久了 差不多五十几岁 大部分都是在那里 五十九岁子年都会死掉 打烊 我们差不多都是这样 有得到六十四岁 应该是 如果是我们原住民的话 应该要提早 五十五岁开始就可以当农民的 才对 不能跟一般平地人一起 这样说已经通过的话 我是一段同的 而住在水源水植保护区域的族人认为 受到开垦限制 务农也只能自己自足 补贴金额又少 希望能特别对于住在水源水植保护区的农民 给予更高的老农津贴 屋来的像这个水源会 包括湖熙湘也是 山民也是有水源 有水源的地方的话 我想应该政府拿出一个群重的处理 群重的处理 应该先把这个水源会里面的 居住的原住民要提高他们的年金 而至于新法施行前就已经加入农保的农民 也有缓冲条款因应 年资合计只要年满六个月以上 未满十五年者 津贴金额则减半为三千五百元 未来年资只要满十五年 就可以领全额津津贴七千元 农委会统计 新法上路十五年后 平均每年可帮国库省三十亿元 解决农业经费配置失衡问题 接着要不要乌六新北市乌来采访报道